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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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知道 医疗服务人手一职不够 与临床研究之间是需要得到平衡的 我们不是怀疑管局的医生不做服务去做研究 而是第一 透过培养多些研究货做人员 譬如护士、协调员等等 提供行政支援 降低醫生的時間成本 令他們更願意做研究 第二,對於研究得到成就的醫生 可以透過重症機會 加班報酬等誘因 給他們應有的認可 高質素的醫療服務 與研究並不衝突 另外,大學的醫學院 都可以考慮 開拓熱研究新頭徑 入讀醫學的機制 培養可以同時成人 臨床實踐和醫學研究的 臨床科學家 這類人群不但可以推進 跨科學、實證為本的醫學探究 都可以滿足香港 對醫療人員越來越多的需求